借植物质变 榨取财物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有一名邮姓临时约顾员 因为投资私利 长期的利用卫生局的名义 向三大超商采购礼物券 在变卖赚取现金 得手了近1770万元 案件之所以会曝光 就是因为眼尖的超商店员 发现了邮姓男子提供的账户里头 出现了168数字 属于私人账户 含起卫生局了解 才因此东窗事发 宜安县政府卫生局 爆出一名临时约顾员员 借着植物之变形诈财之时 一名游姓男子2015到2022年间 受雇于宜兰卫生局担任临时约顾员 期间他既于卫生局 向超商购买礼券有打折优惠 便动起歪脑筋 送出32次不时订购申请 向三大超商订购礼券 在上网变卖成现金 得手张近1770万元 而案件会曝光 关键就在银行账号 眼尖超商财务人员发现 游姓男子所提供的账户 出现168字码 而这并非是公司账号 而是私人账号 案件才因此东窗事发 据了解游姓男子 因为沉迷网路赌博 加上投资比特币失利 急需用钱 于是心生歹念 但只包不住火 被眼尖店员试破168神秘数字 交出涉犯贪污自罪条例 除有期徒刑六年 耻夺公权三年 并被没收所有犯罪所得 要他为违法的行为付出代价 借宜兰综合报道